哈喽大家这里是贵府二锅头的频道 我是Francis 春天来了又到了测评气垫的好时候 今天我们要测评一个新款的气垫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来自 Burberry他们家的流金幻颜 它的名字真的太长了 等一下流光幻彩横颜气垫粉底液 大家也可以直接把它叫做金气垫 这个金光灿灿闪闪的这个包装 然后搭配了Burberry非常有名的格纹 质感相当相当的好 它主打的是一个滋润跟水光机的妆效 在测评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下 我最近的一个皮肤状况 戴了口罩之后 把我的复制就从之前的混油变成了混干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 这款金气垫添加了很多的精华成分 有透明质酸钠呀 水解三色颈啊 有茶叶的提取物 帮助抵御环境的伤害 官方声称呢 这款气垫是有中度的遮瑕效果的 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上妆 这次的这款气垫 我选择的是10号Fairworm暖调的100 第一层上完之后 给到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这款气垫它的妆效 真的是对于一些非常喜欢水光机的人群来说 十分的友好 上脸之后呈现出来很细腻的一种光泽 并且在一些毛孔粗大的区域 也可以提供很好的遮瑕和油胶的效果 那大家会看到在我现在右边脸颊的部分 它的遮瑕效果可以算是中度 在叠加之后 也能够把我的这颗比较红肿的痘痘遮了 一个七七八八了 上完两层之后啊 我自己觉得这款气垫在脸上 整个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 非常高级的光泽感 而这种光泽感就很像是 你刚刚做完美容 或者刚刚做完脸以后的那种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水光机的感觉 非常的滋润 但由于我本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偏半哑光 或者哑光一点的妆效 所以在特别的时候 我就很轻很轻的 在我的脸颊比较容易出油的位置 稍微压了一下粉饼进行定妆 哈喽 我现在在用原相机 给你们也拍一下这个妆效 就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气垫到目前为止 我还蛮满意的 就是刚上完妆的那个妆效 我现在觉得很OK 然后具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 还有它的持妆度的话 一会儿再看一下 表妹已经累到惊喜 那偶像包袱会不会太重 你是什么当虎的爱豆 还是流量的小花 这个对对我所有的粉丝们说一下 你不愿意去 你不愿意去吃什么 梅花 是姐姐逼的吗 我自愿 我是自愿来吃 吃梅花 你也有多自愿 多想吃 我要去 我要去 你把刚才的那句话再说一遍 你可以把你闲着的都给我 虽然你已经给了我一点了 但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空间 更多空间 5.0 5.01分 然后这个是距离上妆 应该是5个小时 你请你帮我拿一下 给你 check一下 蛮好的 哦 还可以哦 还可以 5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 效果不错 100分100分 你可以多少分 95分 95分 我也觉得差不多 就是 大家评评理 虽然我妹妹看也对我进行了 深刻的跑伐 可攻击 大概就是好像我多么的不近人情一样 每次就需要她随叫随到 你跟大家描述一下来请 她是生日的成熟 每次发生就问我都是吃饭吗 那个时候已经是饭点了 我吃不吃饭 就希望我立刻马上出现到你家门口才好 但是你每次这样 然后我每次都就聚焦你 我都不好意思 每次我聚焦你 我觉得良心会不及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所以你那天问我 吃不吃饭 我才问你 知道什么 我问你什么 我问你什么 今天休不休息 昨天问的 你这个就是缓冰之计 其实我昨天已经感觉到了 大爷我昨天喊他出来吃饭 我说你今天上班吗 他说他今天休息 然后 他说今天是约会 对 我一听我就知道 就不明面上拒绝你 但是他其实拒绝了你 但是他有offer给你了下一个 他有空的时间 那你也没说 我立刻马上 我没话 你他马上 大家还可以吗 然后他说 他就说我拉 好快 好快 好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气垫 首先呢我说了一下它的优点 非常的持妆 在我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 它竟然还能够保有我本身妆容的那种精致度跟完整度 第二呢非常的持色 它是我用过的所有偏滋润的底妆当中 我觉得持色效果非常出色的一款 即便在出油以后遇到空气或者出汗之后 它都不会出现氧化的情况 这点真的是要给它比个赞 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长效保湿的效果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下巴 还有两颊以及鼻翼非常容易干燥卡粉和脱妆的一个人 但是在使用这款粉底的过程当中 几乎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就是使用下来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包括在那天测评完之后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 其实我每天都有在使用它 它现在就是必须每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 都是一个让我感到很安心 然后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存在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吃粉干皮或者干皮的话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会非常喜欢的 油皮在这个季节其实我已经不太推荐了 像我们南方这里 现在应该已经最高温度有到25度 有的时候甚至突破25度了 油皮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尝试一些 带有控油效果的底妆了 但是混干跟干皮 我觉得这款是你们一定一定要去尝试 真的太好用了 如果硬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 那我就说说它的包装好了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这种镜面的包装 好看归好看了 但确实也是一个你看指纹的收集器 综合评分我可以给到这款气垫95分 扣掉的5分就是怕它骄傲 我觉得Burberry真的这次让我有惊艳的 而且通过这款气垫 让我开始有一些好奇心 想要去探索他们家其他的一些底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贵房锅头Francis给大家测评的 这款Burberry气垫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B站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 YouTube的朋友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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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